根据联邦2022年降低通胀法 购买新的节能汽车最多可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二手车最多可获得4000美元 近日,美国国税局提醒消费者 在买车前可访问fueeconomy.gov网站 填入汽车制造商和型号 来确保车辆符合抵免条件 要申请这项抵免 家庭年收入也要符合条件 如果购买新车 夫妻联合申报收入必须在30万美元以下 家庭护主收入不得超过22.5万美元 单身人士收入则需在15万美元以下 若购买二手车 夫妻收入不得超过15万美元 家庭护主收入必须在11.25万美元以下 单身者收入则需低于7.5万美元 此外,还需要填写表格8936 提供车辆的VIN号码 与纳税表一起提交给国税局 国税局还提醒 这项税收抵免是不可退还的抵免 只会抵消纳税人所欠的税款 抵消后的余额将自动作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